从包里抽出一根锯条 轻车熟路地撬起了车门 这一幕正好被车主看到 男人却丝毫不慌 还对着车主一顿嘲讽 对方看出男人不好惹 于是掏出电话准备报警 结果下一回 男人名叫丧彪 是一位冷血杀手 惹上他的人那颗老遭罪了 丧彪做事心狠手辣 简直和疯子没什么两样 这次他的目标是一个叫强哥的男人 他一脚油门冲出停车场 想让他缴费是不可能的 接着丧彪来到一家酒吧 此时酒吧老板正在女友面前大秀舞剂 当看到丧彪的一瞬间 老板差点吓傻了 显然他知道丧彪的身份 丧彪说这次是来处理私事 老板听到此话这才放下戒心 随后两人来到天台 原来他是来买装备的 丧彪也是个行家 一眼就看中了桌上的大局 面对这样一个狠人 老板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丧彪挑选了很多武器 老板以为能大赚一笔 结果丧彪表示自己没带钱 还要借他的女友一用 听着房内传来的叫喊声 老板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旁边的朋友骂他真不是男人 绿帽子都护你脸上了 你居然还能无动于衷 但老板知道丧彪是个疯子 想要活命他只能忍着 两分钟后丧彪走出房间 临走时还不忘羞辱几人一番 老板强忍心中的怒火 但朋友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对着丧彪破口大骂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枪送走 眼见他掉转枪口 另一人立马认怂保命 老板想要趁机偷袭 却意外误杀了另一位朋友 短短一分钟干掉三人 丧彪的确是个疯子 他拖着一箱武器走在大街上 这是一辆改装车吸引了他的助理 他来车主也命不久矣 一辆改装汽车引起男人的注意 他掏枪威胁车主下车 虽然车主乖乖照做了 但男人还是没有放过他 这个疯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杀手丧彪 但由于是改装车 丧彪根本不会操控 车子直接在原地跳起了舞 经过他的一番捣补 终于成功把车子开走 只是这个造型有点奇特 这也让交警盯上了他 他只能乖乖地把车停下 交警让他降低车子高度 可下一秒 他扭头一看发现人不见了 原来是被压在了车底 另一位交警赶紧呼叫支援 而丧彪并没有给他机会 驾起M4一阵疯狂输出 尚存一口气的交警举枪反击 丧彪反手送了他一份大力 路过的老人下的车都不要了 随后他抢走老人的汽车 准备去找他的仇人强哥 当年强哥和丧彪的弟弟一起抢劫 结果强哥被警察抓获 丧彪的弟弟则被当场击毙 而今天正好是强哥出狱的日子 所以丧彪打算为弟弟报仇 强哥好不容易一家团聚 却不知即将大难临头 隔天强哥找到好友老黑 老黑也是个重情义的人 他把抢来的钱锁在柜子里 就等着他出来一起潇洒 当晚强哥带老黑去参加妻子的画展 不料丧彪却找到了他的家里 此刻只有保姆和女儿在家 这个保姆也是个狠角色 他看出丧彪不像好人 于是直接亮出了刀子 然而丧彪可不是善男性女 仅用了一招便将保姆送走 这一幕正好被女孩撞见 丧彪并不知道屋里还有其他人 他正要离开时 看到桌上的双人游戏手柄 以及电视上的游戏画面 他察觉到孩子也在家中 好在女孩及时翻窗逃跑 气得丧彪连续扣动扳机 可却一枪也没打住 回到屋内的丧彪发现了桌上的邀请案 另一边的强哥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惨案 很快丧彪找到了画展中心 而女孩也恰好赶到 并告诉母亲有人在追杀自己 冷血杀手持枪闯进画展中心 对着众人开始疯狂扫射 一位参加画展的警察与丧彪展开对手 老黑为了救强哥身中竖枪 临死前他将保险柜钥匙交给了强哥 强哥趁乱带着妻女逃出画展中心 几人刚准备上车 丧彪就追了过来 妻子一脚油门朝他撞去 结果丧彪的枪掉在车内 人也扒在了天窗上 他死死掐住强哥的喉咙 危机时刻强哥举枪一阵秃 虽然他打了个寂寞 但也总算摆脱了纠缠 妻子不知道为何被追杀 强哥只能说出真相 原来他们当初抢劫时 丧彪的弟弟也参与了 不过却被警方击毙 所以这次他是来为弟弟报仇的 接着他们来到老黑的住处 强哥让妻女留在车上 自己去拿回抢来的赃款 可就在他打开保险柜的时候 丧彪再次找到了他们 女儿慌张地找到强哥 妻子也从楼上滚了下来 这下一家三口都被丧彪逮住 强哥解释他弟弟的死是意外 和自己并没有关系 但丧彪可不管这些 强哥将女儿藏进保险柜 可胸口却挨了一枪 妻子则趁机溜进了地道 丧彪直接把柜门锁死 接着朝他的妻子追去 眼看前方已无路可走 妻子只能躲在柱子后面 丧彪意识到目标就在附近 他似乎闻到了猎物身上的味道 妻子捡起钉耙准备输死一搏 起身的丧彪打算拔出钉耙 结果却掰断了木棍 此时强哥也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的子弹被保险柜钥匙挡住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女儿 可要是已经变形根本塞不进去 另一边的妻子在地道里迷了路 慌乱中正好撞见了丧彪 被一拳打中面门撂倒在地 就在丧彪准备干掉他时 强哥突然出现 一把将他甩开 随即两人扭打在一起 但强哥完全不是丧彪的对手 直接被一脚踹飞 脑袋也重重地撞到地上 幸好画展上的警察打到 面对这个冷血杀手 警察直接扣动扳机 丧彪当场被打成了筛子 直到子弹打光了才停下来 他自知死路一条 于是掏出首尾 打算同归于尽 随着一声巨响 丧彪当场领了盒饭 只留下一双大头皮鞋 其他三人躲避 即使并没有受伤 但女儿还所在保险柜里 强哥凭借多年的开索经验 仔细听着齿轮转动的声音 最终成功打开柜门 救出了快要窒息的女儿 从此一家三口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也到此结束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